在马达加斯加每天我都会坚持跑一段跑步 还好这边它这个路不是很差 勉强还是可以跑的 大家看一下这边跑步的图画 后面就是那个人力的车 这里的当地人都是很友好的 这个地方叫慕容达瓦 也是马达加斯加来看那个猴面包树的地方 但是那个猴面包树离我住这个小镇有 到时候五公里要专门打车去的 所以准备明天去 这几天先休息几天 准备跑步出去外面的小镇子 然后来这里的现在外国人游客 都不是特别多 撒烂吗 跑步是有一种很原始的感觉 然后这些当地人都会很好奇的看着我 在这里一边跑步一边说话 哇我现在跑到了一个沙滩上啊 让我看一下 然后正是这块白沙滩日落的时候 特别的浪漫啊 在这里跑步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非常地美 迎着这个 夕阳夕下 撒烂吧 哇 看一下这个是啥 哦 这个是他们打捞上来的海螺啊 不过他们这里的人喜欢这个生吃 我是吃不了 迎着 海边 继续跑步 哇在这里跑步真的太美了 也没有什么人啊 整个沙滩上 感觉就只有我一个 这个感觉真的是 浪漫极了 以前我小时候啊 对马达加斯家这个地方 就只在动画片里面看过 真的没想到长大了 后 居然有一天真的来到了 这个国家 然后 并没有看到企鹅 啊 而是这里的 土著 还有这里 淳朴善良的人们啊 看一下我背后这里有一个 当地人的小 独木 独木船啊 在这个西洋海水白沙滩的这个应景下啊 显得 特别的实情画意 如果我会做诗的话 这里真的想很想做一首诗啊 太美了 我背后这些是当地人啊 他们有的到了夏娃 也会来这里看日落 有老人还有情侣 他们就会选择用他们的方式 来这里等待每一个日出日落 其实看日出日落 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 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以前我不懂为什么很多老人会喜欢去看日出日落 但是当我自己看了很多个日出日落 并且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 看了很多日出日落以后 其实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这个也是和每个人的经历有关 希望每一个人对日出和日落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出来跑了一圈了 天快黑了 就回去了 今天第一天到慕隆达瓦 等着明天 就带大家细细的了解这边当地人的生活 然后听说那个海的对岸 有生活着一群海上吉普赛人 马达加斯家的 所以老周决定明天去会一会这些海上吉普赛人 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生活 哇 跑过跑到这里的话 看了个小孩子太可爱了 嗨 来 鸡个拳 来 鸡拳 来 给了他一点钱啊 他跳得更齐劲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在这个小朋友的欢歌夜晚中 几块的结束啊 拜拜 拜拜